你身边有没有梦游的人 他们会不会半夜 做一些诡异的举动 如果仅此而已还好 因为严重的还会打开冰箱 并吃里面的生鸡蛋和生肉 甚至还会打开窗户 从楼上一跃而下 你会被吓成什么样子 小美从梦中惊醒 就发现老公阿伟竟然在梦游 正在她感到好奇的时候 大门竟然发出声响 阿伟的拖鞋竟然卡在了门槛上 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多想 认为只是单纯的梦游而已 可是旁边的柜子上 突然掉下一个东西 原来只是她养的哈士奇而已 看着睡得和猪一样的阿伟 小美只是觉得有些好笑 第二天晚上 她和阿伟提起昨晚的事情 可是阿伟却一点印象都没有 晚上睡觉的时候 阿伟早早地就进入了梦乡 这让小美非常生气 可就在这时 恐怖的事情开始发生 阿伟开始用力抓自己的脸 而且力气越来越大 小美赶紧制止她的举动 直到阿伟彻底安静之后 才慢慢入睡 第二天早晨 小美被闹铃声叫了起来 却看到了惊恐的一幕 阿伟的脸被抓得血肉模糊 手上的血甚至都没干 小美给她擦上药之后 开始责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怪癖 阿伟急着上班 根本没时间和小美解释 可就在阿伟走后 小美发现客厅的地板上 笔记刺卧都有血迹 平时最黏人的哈士奇 好像也受到了惊吓 任凭小美怎么呼唤 她都不敢走出床下 仿佛经历了很可怕的事情 当阿伟晚上回家之后 小美劝她有空去医院查查 可是阿伟依然不放在心上 此时小美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总是担心她的手会不老实 于是她心生一计 找来一副手套给阿伟戴上 这才开始放心工作 可时间没过多久 阿伟竟然直接从床上下来 对小美的话全然不理 静止走向了客厅 只见她打开冰箱 开始吃里面的鸡蛋和生肉 小美生怕出什么意外 根本不敢叫醒她 可直到阿伟开始生吞动力 这把小美恶心的不行 之后阿伟还知道口渴 而且她的眼睛咦咦睁睁 怎么就感觉像是鬼附身一样 小美此时已经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家里的哈士奇此时开始狂吠 最恐怖的是 阿伟竟然开始转头看向哈士奇 很明显她可以听到狗的叫声 哈士奇也被诡异的气氛吓走 阿伟继续向卧室走去 小美赶紧紧跟其后 让她想不到的是 阿伟竟然打开了窗户 好在小美反应迅速 及时拉住了阿伟的双头 这才把阿伟拖回房间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阿伟也清醒了过来 她抱着地上的小美不知所措 小美也被吓得梨花带影 阿伟答应她去医院检查 第二天早上 小美就找来了装修队 把窗户安上了房道栏杆 妈妈听说阿伟的事情之后 甚至还给她推荐了一个神婆 然后还拿出一张皇甫 小美反而觉得有些可笑 根本没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 下午她和阿伟就去了医院检查 医生说这都是梦游患者的基本操作 最后按照医生的叮嘱 小美把家里的刀叉全部放好 并且暗示给阿伟吃药 二人就这样陷入了梦乡 小美好像看到了希望 可当她走到客厅 想要给哈士奇投食的时候 却怎么也不见哈士奇的身影 而且冰箱前面的地板一片凌乱 她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安 于是她慢慢打开冰箱 随后就看到了恐怖的影响 之后小美就搬去了娘家居住 直到她顺利地生下孩子 二人全部沉浸为人父母的喜悦当中 之后阿伟就把他们接回了家里 但是小美明显还是有些抵触 阿伟也知道是自身的问题 甚至想要搬出去一段时间 小美的心顿失软了下来 她决定和阿伟一起攻克困难 阿伟直接在门口装上了风铃 并且买了睡袋束缚自己 可即便如此 小美的心里还是非常难过 每每看到邻居出来遛狗 都会想起自己爱犬的惨死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 小美却怎么也睡不着 她担心阿伟再次梦游 于是她给阿伟加大了药量 因为他们现在多了一个孩子 可即便如此 小美还是放心不下 于是她抱着孩子走出卧室 准备在浴缸里度过一宿 就在她好不容易刚要睡着的时候 外面却突然响起了铃铛声 小美发声询问 可是却并没有得到阿伟的回应 小美的精神开始紧张 怀里的婴儿也开始啼哭 小美只能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直到彻底没了动静 小美这才敢打开房门 只见阿伟站在外面放手 阿伟的梦游依然没有好转 小美感到有些心里交瘁 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医院 可是医生还是和上次一样的说辞 说什么吃个几年才能看到效果 这让小美顿时失去了耐心 直接把医生骂了个狗血淋头 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晚上阿伟主动去车里睡觉 可是心软的小美把她叫了回来 但是却给房间加了一个铁锁 直到她确定不会被轻易打开为止 妈妈也是为他们的事情操碎了心 更是找了一个神婆上门做法 两口子此时也没了主意 只能是死马当成活马医 神婆拿着法器就开始在屋里转悠 突然之间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于是她开始审视阿伟 这让阿伟觉得很不自在 最后神婆告诉他们 阿伟被脏东西缠上了 而那个鬼应该也是刚死不久 可是二人最近并没有参加什么葬礼 神婆只好让他们仔细打听 因为只有知道鬼的真实名字 才能彻底解决此事 临走前还给了几个福禄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闲聊 想着今天神婆说的话 这才想起好久没看到楼下的爷爷了 于是第二天的时候 小美带着东西到楼下做客 这才知道老爷子前不久已经去世了 小美的脑袋都被雷劈了 她暗暗记下了老爷子的名字 到了晚上的时候 她看着阿伟在厨房里忙碌 越看越觉得诡异 等到阿伟熟睡之后 她就来到阿伟的床前 尝试叫出老爷子的名字 可是阿伟并没有回应 她不知道此时的阿伟到底是谁 于是她又说要杀死女儿 可是阿伟依旧睡得和死猪一样 小美就这样守着女儿坐了一宿 直到第二天阿伟醒来 她敲开小美的房门 知道她肯定又是一宿没睡 她心疼地抱起小美 直接把她放到床上睡觉 并且承诺会照顾好孩子 当小美醒来之后 天都已经黑了 她猛然发现 阿伟竟然就睡在旁边 那孩子是谁在看 她赶紧跑到客厅 结果孩子根本不在床里 此时楼下传来孩子的哭声 她赶紧跑到楼下的垃圾桶里 竟然真的看到了一只小手 她猛地惊醒 原来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她赶紧起身来到客厅 女儿竟然真的不在婴儿床里 她下意识地打开冰箱 逼就没有女儿 她突然看到旁边正在烹饪的大锅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果不其然 她连忙打翻大锅 并且用手翻来翻去 就在这时 阿伟抱着孩子走了进来 她看到一地的狼藉 赶紧放下孩子 看着小美的手被烫得通 她心疼不已 正想弄点冰块的时候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真名的小美 直到她醒来之后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捆了起来 最爱的妻子正拿刀对着她的脑袋 小美的精神已经崩溃 她质问阿伟为什么不按时吃药 又究竟是谁在缠着阿伟 阿伟被吓得梨花带雨 赶紧说医院已经换了处方 所以才没吃原来的药 小美这才放过了她 可是两人的关系已经开始崩塌 之后阿伟接受了一段时间治疗 直到医生确定她几乎痊愈的时候 她决定去见见妻子 可小美已经先行回家 孩子暂时交给妈妈照顾 于是阿伟赶回家里 可令人不可置信的是 原来的房子已经变了一个模样 房间里贴满了符路 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人 能做出来的事情 就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小美从外面推门而入 她淡定地让阿伟坐下 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最爱的妻子 现在变得这么沧桑 她赶紧和小美解释 她的梦游症已经痊愈了 可是小美根本不信 她坚信阿伟就是被鬼附身 并且开始给她看自己搜集的证据 因为阿伟开始梦游的第一天 正是楼下死去爷爷的头七 她认为鬼魂进入了阿伟的身体 所以阿伟开始梦游自残 然后就是开始饥不择食 因为需要大量的营养来补充能量 阿伟犹然而生一种无力感 她只想告诉小美 她的病真的已经好了 可是小美再次播放幻灯片 阿伟顿时被惊掉了下巴 照片是神婆驱邪的画面 可是她的丈母娘竟然也在其中 一个后背写有俘虏的男人躺在中央 而且怎么看都像是阿伟自己 而小美也给了阿伟肯定的答案 相片中赤裸的男子就是阿伟 他们趁着阿伟熟睡的时候 做了这场法事 之所以阿伟最近没有梦游 也完全是因为身后的这个俘虏 阿伟听闻此言 立即来到镜子旁边 她的身后果然印着俘虏 阿伟已经开始陷入了崩溃 她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证明自己 于是她躲进房间 希望彼此都可以稍微冷静 可是小美在外面说个没完 甚至还说如果不在一百天内 去除邪罪的话 那阿伟的身体就会被魔鬼永远夺舍 而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阿伟实在听不下去了 于是打算出去静静 可是小美像发了风一样阻挽 甚至还开始动起了家伙 阿伟这时也开始恢复冷静 毕竟小美也是为了她着急 于是她也开始释然 决定无条件相信自己老婆 想怎么折腾她都会奉陪到的 直到此时 小美才尝出一口大气 随后她让阿伟打开冰箱 可令阿伟意想不到的是 冰箱里竟然放着一只狗的尸体 阿伟怎么也不会想到 小美竟然杀了楼下的哈士奇 到底谁才是魔鬼啊 阿伟一阵恶心 可就在她跑到厕所呕吐的时候 小美拿出了电钻 并且从屋子里拖出一个女人 她竟然绑架了楼下的邻居大婶 小美拿着电钻威胁阿伟身体里的鬼魂 如果再不离开老公的身体 她就会杀了她的女儿 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打开电钻 朝着大婶的太阳穴钻去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响彻整个房间 阿伟赶紧出声制止 然后趁着小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直接将小美扑倒在地上 她怒斥小美为什么要坐到这个地步 小美说因为阿伟是她的老公 可就在这时 出现了巨大的反转 阿伟突然转头看向地上的大婶 说着爸爸要走了 以后要照顾好自己的话 原来小美做的都是正确的 阿伟确实是被大意附身 之后她起身走到窗户旁边 成功地进入了另一扇大门 真正的阿伟也开始苏醒 本片虽然是一个恐怖题材的电影 但更多的是象征夫妻 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烦恼 只有两个人互相理解 相互信任才能完美解决